你在做什麼? 我現在做最後的一集 因為我一會兒就要考老師 現在我就上youtube 看別人整個考試的流程 是怎樣 再recall一次記憶 有點緊張 看完我沒那麼緊張 希望 你覺得你會不會一次就合格? 學到最後幾天 我有點信心一次就合格 但我經常都說 做人不要太有自信 所以我也是抱著一個 覺得自己不合格的心情 去考試先 我現在很緊張 是不是正常的? 考試緊張是很正常的 你考試的時候也是這麼緊張的 是啊 我現在要進去考試了 看到大家坐在後考區 我現在有點緊張 還有剛才駕駛過來的時候 都看到有人在考路試 加油 加油 我聽到剛才教練都在叫大家加油 那我進去吧 好 剛剛聽到有人壓線 已經衰了 很緊張 很緊張 考試其實分為三部分 筆試、場內考試 和道路駕駛考試 筆試在前一天已經進行了 筆試要合格 你才可以繼續第二天的考試 場內考試就是 考L型泊位、S型泊位 曲線進退 以及你的車能否開到直線 或者你在波道可不可以停車再起步等等 台灣的場內考和香港有些不同 因為在台灣 所有的車道邊線都會有感應器 如果你的輪圈壓到的話 會立即有一個警報響 所以那個心理壓力都挺大 現在我就是做我覺得最難的曲線進退 我之前都是花了很多時間 才搞清楚究竟是在做什麼 在畫面左邊 看到穿背心 黃色背心 這一位就是考官 他在我考完停車 和曲線進退之後 就會上車和我一起去下一個管卡 我現在就是 看看我的車可不可以開到直線 不壓線地通過這一段路 這個也是我最有信心的環節 我現在就下波道停車 那客官就打開左門來看 看看我是否在指定範圍內停車 我就順利考完場內考過關了 可以去到下一個關卡 就是道路駕駛考試 在開車出發之前 你必須要兜著車檢查一次 沒有問題 你才可以上車 如果你忘記檢查的話 是立即不合格 你可以立即離開 不需要再考下去 我現在就正式出發 去我的道路考試了 究竟我考不考到呢 大家看下去就會知道 Joyce終於考完了 他現在正在走出來 很緊張 我不知道他考得成不成功 似乎是成功的 因為我看到他的車是自己開回來的 很多是教練開回來的 我現在很緊張 如果考錯了我怕他會走 成不成功 我現在心情很輕鬆 好像完成了一件事 總之很厲害 一次巴士 對 一次巴士 你是不是很緊張 沒有 因為我的教練 我的考官沒有嚇臉 而且我覺得他挺爽 我看到很多人 是考官開車回來的 最誇張的是有一個 車一出門口 就下車了 為什麼 他不怕打燈 我不知道他壞了什麼 總之車一出門口 考官就要他下車 那就考完了 那兩千元 超緊張 我看到你在場裡考的時候 我超緊張 為什麼 你怕我迫迫迫迫 我怕你迫迫迫迫 但是我長來只有88分 還有很多人 考到一半就下車 然後教練就駕駛回去 對 什麼時候拿駕照 星期三 星期三回來拿駕照 太好了 可以一起去買車 可以讓他試車 其實阿龍我也想買車 但是現在他學車 所以我就不買 等他考到牌 一起去試車才買 很厲害 比我還厲害 我在香港也考了兩次才過 好像說香港難考過台灣 是嗎 那出去有沒有狀況 出去考的時候 出去沒有啊 好幸運 是在沙倫隧道那裡 都很多車 但是我覺得 因為我駕駛了幾次 能夠冷靜去處理 知道什麼時候 要快點倒油過去 什麼時候等 什麼時候倒油 恭喜 很厲害 覺得完成了一件事 這件算是最近很困擾我的事 那你有沒有多謝教練 有啊 我剛才超開心 我真的說謝謝教練 謝謝教練 然後他就說二號開車收視我 很開心啊 我要多謝我的教練 因為他真的不慈了 因為他真的循循善油地教我 雖然我中間都很蠢 但他都沒有發過脾氣 然後我要多謝你 因為你在家裡陪我 不斷練習 很滑翅地練習 我和你繞過那條 考試那條路 真的 機車 你繞過多少次啊 我一直在後面 左右擦卡 對呀 我們開著機車繞過那條路 你已經繞過很多次了 對呀 那推不推薦大家來這裡學車 這個擔印我都覺得幾好 我應該說我的教練很好 我不知道其他教練是怎樣 雖然我真的很蠢 但他又沒有罵我 他真的 講到你明白 你不行的話 他真的坐在你旁邊 逐步指導你 那你很幸運 遇到一個好的教練 所以我剛才考到 我一下車 我立即衝去多謝他 對呀 你很幸運 厲害厲害 好 走 那我現在呢 就是一個即將有車牌的人 我自己覺得很開心 覺得那個身份又不同了 還有都覺得 在人生裡面完成了一件事 我從來都沒有想像過自己是有車牌 還有竟然是可以一take pass的 我之前上網看 那些人說 考官是很兇 態度很差 又嚇臉的 那我在路考和長考那兩個都OK的 其實他都沒有什麼跟我說話 我就可以正常發揮 我就當回自己平時練車那樣 那所以就考得很順利 也都很感恩 在我出去路考的時候 沒什麼突發狀況 甚至路況是更簡單 我平時學車的時候 我覺得我上了車之後 反而是不緊張的 最緊張都是兩次等待的時間 因為你在等的時候 你會看到其他同學是被人fail的 有個同學是 我看著他轉彎沒有打燈 然後校官已經馬上說 校舔 煞車 你來不止了 之後呢 我們整場在後考區的觀眾 即是吃花生 就整場在那裡嘆氣 然後我就聽到其他人說 那就是兩千元 然後有些人就說 好像是像魔教被單掉了 看到人犯錯 其實自己都很緊張 我反而是想快點到我考 我想快點過了那個階段 我想快點完成這件事 那我前一個同學上了車考試 我心想 那我應該還有七八分鐘 可以在路面重溫一次 再練習一下 然後誰知道過了都沒有兩分鐘 我看到校官開車回來 蛤? 我前一個同學fail了 他應該是連拍位都沒有完成 就已經fail了 然後呢 我就臨急臨忙 就到我上場了 之後那一刻是很緊張的 但是上到車之後呢 反而是淡定一點 可以發揮回正常的水準 去到路考的時候 等待的時候 我就觀察到 我那個考官好像 個人是比較和善一點的 即是比其他組 是沒有那麼… 即是客厚下面的 心情已經是放鬆一點點的 考官都沒有特別去跟我說話 那我就可以當它不存在 這樣繼續按自己平時 這樣正常水準發揮 然後考到之後 我就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不需要再緊張那麼久 不過就算考到車牌來的 也不代表是可以很順利的駕駛出去 所以我也想著會再去補一下中 最後就是要提醒自己 不要做這個路上散步 因為我剛剛一學車的時候 真的有些不好的習慣 我是有一打燈就轉的 都被教練說了很多次 到後來呢 每一次Alan開車的時候 我都會跟自己說 你看 那些機車就是這樣 在你身邊突然放出來的了 如果你不看了有沒有車 你直接打燈就轉 你真的會撞到人的 你甚至會車死人的 我就不斷地罵自己 罵醒自己 所以現在每一次一打燈 我就會馬上兩邊看 看了沒有車 我才會轉 那我就是透過這樣自己罵自己 去記得真的要注意安全 因為開車其實 我都覺得可以是一個很危險的武器 所以都要小心 就是這樣 那我希望自己不會在路上散步 那很開心 我終於都考到車牌了 大家又可以分享一下 你是什麼時候考到車牌呢 你考車牌的時候 那個心情 跟我又是否差不多呢 那都可以留言交流一下 那如果你都喜歡看我們在台灣的生活 就記得CLS comment Like和Subscribe SidamauTV 希望下條片再見到你 拜拜